所以大家的比例上 往往都會是怎麼樣 肉很多 蔬菜都很少 真的有吃到那麼多 對 所以這個叫做200公克的飯 孩子減重 真的是這樣嗎 對 孩子減重 真的是飯要吃多一點 OK 小時候胖不是胖 真的是這樣嗎 孩子減肥 爸媽有責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因為我們大家通常對於小孩 我們就拚命的慣 拚命的餵 胖子吃不飽 長不高 因為我們認為沒有問題 但這個觀念到底對不對 黃醫師 其實小時候胖 真的還是要處理一下 現在大部分我們在門診 碰到很多家長 帶著他的小孩來 譬如說兄弟來 然後你就看到他就說 就這個小的長不大 什麼身高 體重都小 要不要檢查一下 什麼肚子有蟲 營養不良 視聰不良 我說你的小的沒問題 是那個大的有問題 旁邊一直很大在旁邊 其實他說沒有... 他只是壯而已 他以後就會拉高了 沒有問題... 但其實你就知道 其實問題大了 那小時候胖其實有一些 病發的一些疾病 譬如說我常常在門診 治療一些 我都用同樣的治療方法 其他孩子就改善 可是胖比較肥胖的孩子 他氣喘就很難改善 我用的藥就可能要 Double Triple 另外還有就是說 你這個胖的時候 有用長絲疹 汗疹 皮膚一些對膜疹等等 然後我們的膝蓋也容易受傷 所以很多小胖子 不喜歡運動是因為 每次跑 腳痛 腳痠 算了 算了 不跑了 不運動了 那長大以後當然他心血管疾病 什麼什麼的 因為這些疾病 其實會一直跟著他 但是小時候如果是個小胖子 長大會變成大胖子嗎 機率很高 對 機率很高 所以今天我們要給大家 一個比較確切的數字跟依據 不然你像我爸 永遠看到我 我雙下巴都出來 永遠看到我就說 你怎麼又瘦了 所有父母的心態都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營養師 我們怎麼看自己的小孩 是不是超重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兒童的一個BMI 因為大人有BMI 小朋友也有 我們怎麼看這個BMI的計算方式 大家可以看 這邊有個體重 除上身高公尺的平方 所以如果是90公分 你要變成就是0.9公尺的平方 那比如說它多重 比如說重量除以身高 這個公尺的平方 算出來就是BMI 那我們就可以看 它有分正常 操縱 輕度 還有中度 還有重度這樣子 那其實剛才黃醫師說 其實小時候胖 我們可能是胖 我應該這樣反過來說 我們在做減重門診 尤其只要針對就是 大學生來減重的這些 你回溯他的這個以前的體重 他幾乎就會怎麼樣 很難受 他的高中 還有他的高 高中和國中兩個 完完全全決定了 他大學現在的體重 就等於後半輩子的體重 所以很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 來去參考 比如說6到11歲 這個也是 剛好是我們小學長大的時候 很多孩子在之前不重 其實後面就會 體重就會增加 所以要隨時盯著 不過我覺得 就那個BMI對於很多父母 可能感覺距離稍微遠一點 黃醫師有沒有用體重 當一個依據我們怎麼來看待操縱 其實網路世代 我們其實BMI還是最準的 所以網路世代跟爸爸媽媽可以自己上網 找到有一些網站 你也不用算了 你就把你小孩的年齡 身高體重 踢進去 它就會出現黃字 過重或橫字超重這樣 方便 所以其實就不用整天那邊按計算機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像現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們就心算的方法 也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在這邊 我們就用你現在小朋友的年齡 乘以2 然後再加8 這14歲以下可以加 14歲以下 那比如說假設我們一個5歲的小孩 那5歲乘以2就是10嘛 18公斤 大概就是他一般這個年齡的孩子有的體重 那這個範圍很具體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因為把身高這個因素除去了 所以它的範圍就很大 所以在這個範圍內 如果說你的孩子是這個18這個數字 或這個算出來的數字 超過40%的話 那你就中度肥胖 超過50%以上 那就是重度的肥胖 那如果是在這底下的 有可能是輕度到正常 我女兒這個15公斤怎麼來的 是因為我覺得她站在傍車上都會動不準 我就我抱著她踩上去 然後比如說我就設定我是50公斤 然後再扣掉50 對 然後就扣掉 然後再是 事實上我自己站上去的時候 是52 但我每次都愛我 不能這樣算啦 好啦 你這樣自己站 好啦 差不多14 15 好 差不多14 15 那畢業賣呢 那就是我看一下多少 18.52 18.52 我們來看18點 2歲 對 所以是屬於超重 沒有 沒有 就是那1公斤不算 是媽媽的媽媽 我想妳就不要再變啦 既然就是超重就給妳一個胖 一個胖 好 那英文 所以老大的VMI 我看一下是16.3 是 很棒 正常 對 所以最好是兩個中和來看 比較好對不對 對 那老二1歲 1歲 老二反而比較多耶 他是因為他12公斤了 他很差 其實差6 沒有 身高 身高 10公斤 也是多2公斤 但VMI怎麼高那麼多啊 他其實他的身高 其實是在15-50% 如果你去看兒童身長曲線 是OK的啦 那他如果說看那個公斤數的話 他其實是 大於97% 對 所以他個子 大於97 個子沒有很高 但是體重是比較多的這樣 就是 所以老大 OK 老二 我要貼個胖是不是 好傷人耶 真的這樣 妳好難過 輕度 輕度肥胖 輕度的妳貼胖 那待會兒重度妳要貼什麼 三個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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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 所以要講三次 艾妮在擔心了 艾妮現在老二才10個月對不對 差不多10個半月 10個半月 老大 2歲 3個月 15.29% 正常 正常 因為他高 沒有 他又高 對 體重症也比較看起來多 但是他整個是高 所以平均下來更高 那老二 16.34% 好像也還OK 因為他高嘛 所以把那個 就是整個平均下來 而且我很盯他們 怎麼說 就是他們 我很在乎他們吃的東西 所以 因為他們都是大胃王 所以 我很緊張 他們吃得不好的東西 我就非常 要求 對 壓軸來了 幹嘛 不要這樣吧 幹嘛 還還還沒看 妳可不要這樣 我就跟妳們講 不是妳的體重 妳不要緊張 對 就是因為不是我體重 我更緊張 沒關係 因為結論就是 小時候胖真的就是會胖 真的嗎 真的 那他小時候是什麼樣的狀態 妳說小時候他也很胖 很胖 我們家小時候沒有受過的 因為就是阿嬤講 一定要存老本 才那個生病 你才會有那個 那個本錢 對 很多長輩掉一下 孫子我們這樣不太存生病 他會一直也都沒有回來 用不到 用不到 所以一直存到現在 很可怕 你知道 28.4 我的天啊 醫生幹嘛一直搖頭 所以已經 你這 要爆表了嗎 要貼緊的 最高 爆表了嗎 真的 我才兩個胖 妳要三四個 那妳全部都貼害了 手上有的都給他了 妳這個 何必這樣 我們還是有 妳要消耗我們的貼紙 都給妳 我們有下來的空間 他又有三張 我不要了 我今天回來就是為了要拯救他 你們不要這樣子 人總要找到方法 我們幫妳做一個專利好了 真的不用 我跟你講 因為其實很多家裡面的小孩子 多多少少 可能那個體重或BMI 都不是我們預期的那樣對不對 對 一定有原因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幫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 大概有幾種角度 來 第一個 先來看 我的小孩可能會變胖嗎 如果他是這樣的情況 壓力大 壓力 一定是 對啊 一定是 妳現在是 找藉口 小孩 超級胖 人家說就是壓力大 沒有 真的 我研究過這件事 因為從他大概國中的時候 因為他六年級要升國中 我那時候就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那時候我還有問黃醫師 我說我兒子 那時候每天臉紅紅的 我就怕他那時候 高血壓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 國中 他氣色紅潤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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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他們講說現在 他有點微高 所以我每天那時候 每天給他量血壓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回溯 他吃什麼東西 就開始減少他的鹽分 後來我有發現 總是我減少他的飲食之外 有個問題是很嚴重 壓力 因為我往往就發現 他們暑假的時候 就會覺得 每個人 第三次月考一考完 然後出去玩或幹嘛 你一個禮拜不看他 每個人都小一號了 就瘦了 就瘦了 但是我是一樣 煮一樣的東西給他吃 一樣在家吃 後來我就去觀察我兒子 那一考試一看書 我就開始拿東西一直吃 那不然說 你不能拿東西去房間吃 然後他就看看看看 半個鐘頭之後就無聊了 然後就出來走一走 就開始抓東西吃 所以他考試在看書的當下 就會無止境地在進食 那進食完他就坐在那邊 所以我每次只要 小孩要考試之前 他整個人的皮膚也不好 然後整個人就腫腫的 那每一次寒暑假 他們就會就變成小帥哥 然後只要開學 就又變成膨脹 我覺得我的小孩壓力很大 一開始發現他壓力大 是因為他會咬指甲 第二胎生的時候 第一胎會咬指甲 差不多三歲多的時候 他就開始我懷孕 他就開始有咬指甲的習慣 那是因為 對 他越濕越短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然後短道就已經快看不到 肉嗎 就是行肉 對 然後一直到出生之後 因為出生之後他開始去上學 那他上學的時候 他每次去學校之前都問我說 媽媽為什麼弟弟可以在家裡 跟你們相處 為什麼我不行 我說因為你長大了你要去上學 我不想上學 他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就已經三餐正常吃又吃點心 回到家裡之後 我們大概七八點吃飯的時候 他就會看著我們吃飯就說 弟弟吃什麼我也要吃 真巧 那他是不是 對 他晚餐的時候 弟弟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喝奶奶 他就說我也要喝 所以他到現在都四歲了 還要喝奶奶 你就給他喝嘛 弟弟有 他都沒有 而且他要包尿片 因為弟弟出來了 他覺得弟弟包尿片 他為什麼要穿內褲睡覺 然後訓練之對 他也要包尿片 那你就讓他包好 我就讓他包好 就包一下 他不舒服他會拿 對 對 但就因為 對 我也是這樣想 然後到現在我就覺得 他自從弟弟生下來的 半年後左右 就是弟弟開始吃副食品 開始的這半年 他已經從14公斤變到18公斤 真的很可怕 但是我們在想說壓力大 壓力大 會可以搭到體重 可以急劇地增加這樣嗎 是因為壓力大 然後想吃嗎 還是壓力本身會造成肥胖 這個兩個因素都會 第一個就是 你壓力賀爾蒙上升的時候 對 你身體其實會有這種 這個代償性的 我們的新陳代謝就會開始變慢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想吃東西 所以壓力大的時候 除了你身體的賀爾蒙 會造成你變胖 當然心理的因素造成 你會整天一直吃東西 來紓解你的壓力 對 這是另外一個 這小孩多大就會感受到壓力 你知道多大的小孩 就可以感受到爸爸媽媽在吵架嗎 多大 六點月 你只要爸爸媽媽在吵架 他聽不懂你在吵什麼 但你們在那邊 大小聲情緒很緊張 他心跳的血壓就會走 他會分辨是講話大聲還是吵架 對 他可以分辨 對 其實他們大嗓門 然後跟吵架他分得出來 我現在很怕得罪三東人 我真的會 沒有啦 我就覺得黃醫師會壓力很大 你知道他壓力很大 黃醫師等一下就完結局變胖了 所以你看壓力的來源很多 對 最常剛剛聽到姿佑姐講的是 課業來的壓力 就是我們現在學生比較大眾的壓力 對 真的 你知道之前好像是家福 還是哪一個兒福聯盟做個統計 說小學生 看你覺得你的生活快樂幸福嗎 你知道 有百分之九十人是不幸福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都幸福 我可以跟你講 那百分之十就是成績最好的 那百分之十 因為他是學校的老師給他稱讚 家長給他稱讚 他覺得很爽這樣 所以你看課業壓力 真的對我們孩子很大 就第一個 那第二個當然 課業壓力的來源 家長也在很大的因素 如果老師在學校給他一點壓力 可是回家的時候 爸爸媽媽對他都很包容 都很疼愛他 他其實也不會覺得有那麼大的 對 那第三個來自就是剛剛提到 有一些手足之音的分爭 比如說如果爸爸媽媽的態度 都常常把兄弟兩個拿來比較 那兩個爭得不可開交 那就很糟糕了 那第四個就是我剛剛提到 也許跟小孩都無關 是爸爸媽媽自己不合 比如說爸爸媽媽都很愛孩子 對他也都很這個 沒有給他很多的壓力 可是自己夫妻每天都在冷戰 在那邊就吵架 其實對孩子來講 那個就是最大的壓力 所以他們也會整個壓力 荷爾蒙上升 就開始吃... 然後就會胖起來 對 之前有一個老師他就說 反正他們小朋友 大概升上四五年級之後 會有一波他們覺得 課業好像明顯比較多 然後他就說 小朋友功課就是比較跟不上 所以他有參加課服 課服的時候其實是一對一 老師幫他課服的時候 就發現一件事 他會沒意識的 就是比如說他可能 包包裡有任何的食物 或同學有分的零食 他跟同學要來的 他可以這樣邊寫就一直吃 邊看課本就一直吃 老師就說你是中午 我這樣限制你吃你沒吃飽嗎 他說沒有 老師我看到課本 我想到上課我就一直想吃 後來就說其實 因為他可能在那個時間點 他跟上那個時間 他覺得跟不上 跟不上他不會說壓力這件事 但是很奇妙他就會自己轉化成 他只要看到課本或想上課 他說他就一直好想吃好想吃 他說他在家裡不會 但他只要一直上課 看到課本他就開始吃 那我這樣也恍然大悟 每次我們家老大在寫作業的時候 寫大概五到十分鐘 他就說媽媽可以喝個牛奶嗎 我說你不是剛才吃完嗎 然後就讓他喝 然後過一回又想吃東西 我會覺得他在拖延時間 對 可是玩的時候 為什麼就不會說想要吃東西呢 所以其實很可能 有時候是焦慮不會講的 因為是課業給他的壓力 所以讓他一直會想要去吃東西 所以問題是 怎麼要幫他們減壓呢 我減壓很重要 對 不好意思 今天如果學校的事情 我們大家家長有的時候 就是力不從心 然後你說去改變整個學習制度 那也不是我們一個家長可以做到 所以我倒是覺得 你從家裡面做起 譬如說我們剛提到幾個壓力來源 不管學校 課業 或是家裡裡面的這個壓力來源 先改變父母親 我們自己如果做一個快樂的爸爸媽媽 或是比較不會常常的 很有壓力的爸爸媽媽 我們就不會把壓力 施加在我們小孩身上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沒睡飽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小孩 脾氣就會特別不好 耐心就會特別差 所以第一個先把自己顧好 我覺得爸爸媽媽 把自己的健康顧好 把自己的情緒顧好 夫妻把自己的感情顧好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倒是有點擔心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拿 小時候 拿這些糖果 餅乾 拿來當獎勵 那這樣的話 等到小孩長大以後 他每次感到有壓力的時候 他就會想要從糖果 餅乾 得到那個溫暖的感覺 因為以前就是生日的時候 或是慶生會的時候 或是我做的好事情的時候 爸爸媽媽就會給我這些 就像我覺得壓力好大 我就吃這些來紓壓 那這個就是不好的影響 所以以後就是 他表現好的時候 你就給他吃什麼苦瓜 然後就吃 你這樣不行 他會表現不好 他就不要表現好了 沒有 開玩笑 他覺得是處罰 他就故意擦掉一題說 老師給我99就好 求求你 開玩笑 老師說 我們不要用垃圾食物 來獎勵孩子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每天 要給他正向的話語 那正向的話語 稱讚只是說你好棒 你好棒 你好漂亮 這是沒有用的 我們要 對 很具體的 稱讚到他的特質 比如說 他今天成績好 你不是說你今天考得很好 或是你今天很認真 這都還是很顯成的 第三個是你要跟他講說 媽媽覺得你是一個 很有耐心的人 這麼多作業 你可以坐在那邊 一直把他寫完 你很有耐心 或媽媽覺得你是一個 很細心的人 雖然你做了很久 但是你都沒有犯錯 媽媽覺得你是一個 很有決心的人 當你決定這是要 好好做一件事情 我就覺得你做得好 這個耐心 恒心 決心 在他心裡面 以後人家是拿不走的 即便他考得不好 下次這一次很好 下次很差 或這次表現很好 下次表現不好 但他還是被你洗腦 知道說我是一個有決心的人 我是一個耐心 我是有毅力的人 下次我還是可以OK的 那這樣的話 他的壓力就會比較堅實 我孩子曾經有時候 我們家規定九點半要上床 然後功課長有時候多到 寫不完 我就跟我孩子講 他焦躁到 怎麼辦 我沒有寫明天會被老師罵 我就會說了 我說你不要怕 如果影響到你睡眠時間 你就不要寫了 我也是 爸爸寫聯絡部跟老師講 功課過多 寫不完 明天再完成 好偉大吧 老師 不是 好感動 對啦 你不要取捨 那孩子壓力來自於哪裡 他沒有安全感 他沒有靠山的時候 你全部都歸咎於他 他一定是壓力大 但當他發現 我爸爸媽媽在對的地方 他是支持我的時候 他壓力就頓時會減少了 對 有用 提供 好 不過我剛剛講說 如果說要吃這些健康的食物 對小孩如果他是一個處罰 但如果他融入在正餐當中 他不是一個獎勵 他正餐 拿這些東西吃了 還有另外的效果 幫他紓壓 他是不是更好的燃營食物 對 其實因為我們這個 剛才黃醫師有說壓力荷爾蒙 壓力荷爾蒙 其實跟我們很多的營養素 是有關的 因為譬如說你這個壓力產生了 然後也要讓它再回復出來 其實跟很多的營養素有關 我們就把六大類的食物分開來 讓大家來看一下 什麼樣是一個好的抗壓的 一個媒類 糙米 其實糙米裡頭那個 糙米 白米跟配亞米 其實真的還是糙米 為什麼 因為糙米外面那層殼對不對 那個殼它其實如果說我們主案 上面不是那個成那個湯 湯水水的嗎 它其實裡頭都有一個叫 GABA的這個成分 它是穩定我們的情緒 你知道在日本 甚至把這個東西怎麼樣 做成營養品 那不是叫大家給小朋友吃營養品 就是跟大家講說 就是這個東西它真的是有一個 有意義有幫助的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 就是奶類 低脂奶裡頭有鈣 鈣也就是大家都會知道 穩定我們的情緒 所以譬如說像我覺得文華 他兒子也很聰明啊 因為我覺得他至少喝牛奶嘛 對不對 然後至少這一集 這個考試的時候 寫功課的時候 喝杯牛奶也穩定他的情緒 因為功課還是得做吧 那再來就是鬥魚肉蛋類的魚 就會建議可以當做他們的主食 因為Omega 3 對於這個降發炎 還有降壓力都是有幫助的 那蔬菜類呢 最主要就是美 那大家猜猜看 就是什麼樣的蔬菜裡頭的 含美量是高的 是綠色蔬菜嗎 對 沒錯 其實就是綠色蔬菜 綠色 對 深綠色的蔬菜 那尤其像是潑菜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對 然後再來我們看水果呢 如果說小孩子正在功課壓力之下 想要拿東西吃 我覺得這個水果 奇異果和香蕉都不錯 這裡頭的維他命C呢 可以幫助他們把剛才的抗壓荷爾蒙 再度恢復過來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最後我們來看就是 堅果類的杏仁 也是很好 但是要提醒 因為杏仁最近有 比希西安的問題 所以它如果烤過頭了 它就會有比希西安的問題 最好是原味的杏仁 這樣子 好 這現在節目給各位 那另外呢 除了壓力大 還有的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它怎麼樣呢 睡太少的話 可能也會變胖 睡太少 沒有 熬夜會變瘦 有沒有 熬夜會變瘦 哪位 我拍戲熬夜都越來越瘦 因為你都沒有時間吃 我熬夜我都變胖 我熬夜會胖 你熬夜在工作的時候會傷胖 其實大人跟小孩不一樣 我覺得每個人都變瘦 我是那種熬夜壓力大 就會一直胖 我是會變瘦 那英文 你的小孩咧 我的小孩真的是睡太少了 我在這裡真的是 一個不良的示範 因為我小孩常過一 兩點 三 四點 什麼 他在幹嘛 為什麼 他忙什麼 他上夜班喔 真的 對 真的都漏不 他的整個作息時間 其實有點亂掉 像其實本來放暑假 9月1號就要開學 結果他們學校常病毒 兩個同學常病毒 就整個班級要放假 那是不是整個 幾乎就放掉了 就到昨天 今天第一天上課 然後這幾天的時間 他都跟著我們的作息 因為我們的作息 其實以前是跟著他 很怕的作息 我們如果跟著小朋友作息的話 我們都很穩定 但因為跟著我們的作息 就很可怕 早上10點 11點起床 因為我們的工作比較不穩定 有時候要錄到比較晚 到6點的時候 大家在煮飯的那個時間 大家在忙一些家事的時間 他自己一個人不知道幹嘛 他那個上面睡著了 真的假的 就錯過晚了 你睡到6點的時候 然後又沒有其他大人 可以去照顧他 跟他玩 消耗他的精力 他就從6點睡到11點 11點他就覺得 他就突然覺得 因為大人會不好意思 搖他起來 你輕一點就應該叫他起床 對 應該叫他起床吃飯 對啊 可是因為叫他起床 他就不想起來 抱去洗澡 他就會 隨興了吧 我其實之前曾經氣到 就把他丟到澡盆裡面去 他還在裡面睡 他就像在泡浴缸在睡覺這樣 結果他11點起來 那因為我們其實奶奶有在工作 所以他爺爺奶奶回來的時間 大概是晚上11點 他一回來 他主生請你知道嗎 就開始玩起來了 然後就這樣子 差不多到了1 2點 常常都是樓下的鄰居 傳簡訊上來說 可以請你們音量放小聲一點 他們不得不上床睡覺 我現在我7點 我7點之後都不能出門 我就是7點 因為他一定會耽誤 因為7點我很嚴格 7點一定要開始洗澡準備 7點半我們開始念故事 8點已經要已經睡著了 很天然之餅 我很嚴格 而且我的 因為他們自己睡 我都教他自己睡 那他自己睡 他有一段一段時間也會抗拒 可是我有買一個鬧鐘 然後他會變綠色 早上7點會變綠色 我說還沒有綠色 不可以起來 那個是鬧鐘可以團購一下嗎 對 還沒有綠色 然後因為他房間 我把所有的玩具 他不是放在房間 所以他也 當然第一天他就 他會抗拒 可是後來他現在也 8點睡到7點了 養成一個生活助繫 但是回過頭來講 睡太少真的會胖嗎 會 答案是會 會喔 對 那個不管是小孩 青少年還是成年人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知道有青少年的研究 是你如果少睡一小時 你肥胖機率就多9% 那如果你睡眠不足 跟睡眠夠的小孩去相比 青少年比 肥胖機率 睡眠不足是2.5倍 表示你整個新陳代謝都亂了 可是台灣的青少年哪一個 有辦法睡覺啊 對啊 真的 住家的國高中 那時候最胖就是這個時間點 這個很難 9點才下課 回到家10點 9點半10點 然後開始洗9點才下課 國高中要啊 因為你有夜自習啊 因為你要考高中 好可怕喔 你要考大學 一定都要有夜自習的 這要睡起碼8個小時以上 對 大概就是你如果 像我們今天如果 每個年齡層來看 一歲以下大概14嘛 14小時 那大概3歲左右是12左右 那6歲到這個大概是11 國小階段 對 對 國小大概是10 國小是10喔 包括5歲 比較老大每天的歲不夠 小6都是10啊 對 10 然後國高中大概是9 國高中是9 很難吧 那是有加5歲還是沒有加5歲 有加 有加 有加5歲 加了5歲 對 就是一整天的睡眠 所以像剛剛布丁剛剛所分享的 他其實可以要把他那個 雖然他睡眠是整個亂掉 但是如果你加起來夠的話 還是夠 也算是夠了 但他就是怕影響到睡眠 對 上課效率 重點是雖然夠 但是這一款就是整個 睡眠周率紊亂的小朋友 也是容易胖的 因為之前有一個老師就說 他有觀察 他就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小朋友 就是每天到學校 要來偷衣服很累的樣子 然後有一些又特別那個 他說他有一次放學的時候 他就走… 就赫然發現說 你想想看 他說那些小朋友他一放學 他就說其實不是直接回家 有時候是去什麼課後的輔導 去補習班 去安心班 所以他們說晚餐那一餐 他們有時候是沒有吃 或者隨便一點簡單 吃一點點東西 所以他有一次 那種大概10點多出來 就發現他的學生 可能是背著書包 在那種攤販那邊 然後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 然後小朋友是背書包 跟著爸媽下班 那個時候才在吃飯 然後邊吃飯 然後有時候那個時候 他說他看到就嚇一跳 是在那種攤販的桌子上 他的小朋友吃飯 寶寶 寶寶在旁邊 然後一本那個課本 還在旁邊邊看邊寫 所以他就發現 那小朋友像這種 白天來都很困那種 都特別的 要不是就特別瘦 要不是就特別胖 極端 對 他就說 可是他懷疑是因為他們 整個是坐席地言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晚睡 然後晚吃 然後早起 等於說還是壓縮到 所以他說真的 其實他自己也覺得很可憐 說一定要去客服嗎 一定要去上 可是因為現在雙新家庭多 以前都至少媽媽或阿嬤 會在家裡住 可是現在因為沒有辦法 你說雙新家庭 而且大家都是家裡 結構小孩越來越少 所以幾乎都會去上客服 所以每一個人 其實要越歲越受 都要符合這四件事 剛剛蘇靜已經講了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規律 雖然你每天也許時間長 但是是足夠的 但是你一下早一下晚 一下早一下晚 然後中間再補個棉 這種都不算 你就是規律 所以你如果 規律的晚睡晚起是OK 規律的早睡早起也OK 但是你就是要規律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到 你的時間要足夠 那第三個就是 你的環境要試走 比如說你的環境要夠暗 這對我們小小孩很重要 因為你夠暗的話 它脫灰激素才會分泌 然後生長激素才會分泌 它才會長高 所以原則上環境要夠暗 這個聲光不要太多 然後旁邊很吵這樣 這個小孩在睡覺 大家人家在打麻將 這種都不適合 那第四個就是 有些孩子也睡很規律 也是睡得很長 可是它中間的睡眠品質很差 比如說它的鼻塞 然後就哄哄 一直打呼 我整個晚上一直醒 一直醒 那這種睡眠品質不好 有病就要看醫生 你趕快去把你的疾病解決掉 然後讓你的睡眠品質好一點 好 那麼除了 我們這壓力大 睡太少 還有第三個原因 我們來看 如果他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那理所當然變胖 可是爸媽可能不覺得還是吃多 因為愛的角度不同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我剛剛有想到 剛剛黃醫師講的 我有反省 我有反省 我現在反省還是有機會 他16歲還有機會 還可以 因為剛剛黃醫師講說 很多家長都是用糖果餅乾 給小孩講的 對 我們家不給糖果餅乾的 我從小就不太給他們吃糖果餅乾 給什麼 溪腿 牛排 鮑魚 不要這樣 我們就是家庭聚餐 就你烤得很好我們就去吃一頓 然後你今天生日 我們就出去吃一頓 你們吃什麼 會吃素食 一定吃牛排 素食也是吃Puffet 素食的Puffet也不難吃 所以你要吃很多 對 其實素食的Puffet還滿好吃的 對 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吃麻辣鍋 加母鴨 然後真的就是 等媽媽下班才可以吃 所以都是9點 10點 而且聽說你的早餐也超豐盛的 一定要 早餐不是要吃得好嗎 專家不是都這樣講嗎 對 我多認真 我們家漢堡三明治都我自己做的 然後早餐有時候 冬天我一定煮牛肉麵 早餐牛肉麵 是半筋半肉嗎 太難了 我跟你講那個牛筋就先滷好 那肉我就用肉片 然後早上起來再做 所以我5點半起來做早餐剛剛好 我想到你家住 不過你這個還OK 你知道還有一個更厲害了 什麼 宇文她老公聽說問小孩是 沒有 我老公就一直很愛他女兒 然後他就覺得說小孩就要一直喝 我女兒也6個月 你兒子是8個月10公斤 我女兒是女生 6個月就10公斤 不得了 所以他剛剛多過重 你幹嘛要不要緊 他就是啊 沒有 他現在是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真的 他已經慢慢我有在調整 因為我老公胃的方法就是說 第一個他怕他餓著了 因為其實小孩子半夜本來就會醒 他就是說人家說要胃薄一點 晚上半夜才才會起來 可是事實上他如果才6個月 他半夜本來就會醒來 他就一直餵 餵到他6個月喝270 太多了 他只一瓶270 你確定都喝上去嗎 瓶子最多只能到270 瓶子最多只能270 所以270 然後再加上粉搖一搖 就是有時候已經到邊緣了 但是我們沒有一次胃 他就先210 然後喝完之後 好像那個藥料 好像是打針還是什麼吃藥 藥效不夠 他覺得說沒有很飽 他就再補30 再補30 所以我就喝了6個月吃270 就一直餵 然後女兒常常一打嗝 就這麼說 太飽了 吃太多了 我就跟他說你不要叫他很飽 他很飽 他可能睡得不好是因為他吃太多 應該是 對 所以我後來就跟大家說 他大概快一歲開始 已經可以吃很多越來越多正常人 大人吃的飯之後 我其實六七點給他吃晚餐對不對 我就吃飽一點點 然後我就讓他晚上 他還是想要喝那個夜奶的時候 就喝120 150 就喝安慰的 就不要讓他晚餐吃多一點點 不要再喝那個奶了 因為喝了太多奶 對皮膚也不好 然後又很脹 喝完他又才2歲 不會馬上尿尿 你晚上會很容易夜醒 要尿尿那些 對 那Ivy妳的小孩應該還OK吧 那麼標準 可是我兒子超愛吃的 上個週末我們陪我工作 他阿公阿嬤去飯店 去吃那種Buffet的中午餐 大部分2歲小孩子是 吃一點點就想到這裡玩了 對 他是那種乖乖的做 然後這個是什麼 可以吃這個嗎 這個是什麼 我要吃這個什麼 可以吃洗衣果嗎 可以吃這個嗎 要去超划算的耶 對 真的 是賺到了 因為我通常去吃到飽 是浪費的 可是他把我的部分補回來了 我說實在話 其實我有點擔心Ivy她們家 因為我們家的小孩也是 就是因為自己媽媽煮 所以其實不太會挑食 其實我們自己在帶的小孩 不太會挑食 但是真的就是到後來 要控制她的量 對 算是一餐可以吃幾碗 一碗 我們家其實到現在 他怎麼胖 他還是一碗 怎麼可能一碗 還是這個一碗 一碗 但是我們家的肉吃 可能 一餐吃三個雞腿 我後來有嗎 雞也不過兩隻腿 雞一定很恨你我覺得 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兒子的肉吃太多 但是我兒子的菜也吃很多 就是 有平衡 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給孩子吃呢 我們桌上當然擺這次比較 就簡單的啦 比較不會胖的吃法 要來考考大家 好 來 各位 好 來 夏練哪一餐給小孩吃是最不會胖呢 一是半碗飯加半盤的蔬菜加上一盤的肉 另外第二是 我本來就很喜歡吃肉 然後很多人不說肉是蛋白質比較不會胖 對 所以我家是吃像一這樣子 好 但是相對來講 宇文妳是寧願飯多一點點肉少一點點的比例 沒有 我只是就是把它當大人的比例啊 一個碗 其實通常我們吃菜 不太可能吃到一盤肉耶 所以我就覺得你一碗飯是因為你 它是主食嘛 人家說 雖然說飯會胖 但是它是澱粉嘛 那你還是要轉換能糖類 還是主食啊 所以應該以飯為主 然後菜跟肉為輔這樣 那四分之一盤肉太少 太少了 太少 但姿佑姊 姿佑姊怎麼可能會選三呢 三隻雞腿的人選三 不是 我個人覺得這都不會吃飽啦 這都吃飽在我們家 妳要這個的超級嗎 但是因為我給我兒子自己 就要這兩三年來 讓他體重慢慢下來 我後來發現我們家啦 我們家真的肉減少就好了 那還要看什麼肉啊 你如果都是瘦肉 那我可能會斟酌 那因為我們家的 因為我兒子愛吃肥肉 它的五花肉就要帶皮 牛肉要牛小排 這些都很油 都油 所以我後來我寧願 如果是一樣的牛小排 這種東西的話 四分之一其實就夠了 因為它很油 OK 好 來 營養師 哪一種組合 其實正確答案是三喔 真的是三喔 姿佑姊說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會故意這樣的感覺 是因為很多我們大人減重 都會覺得飯少吃一點 肉的蛋白質多一點 感覺這樣就好 可是我要提醒就是 我們大人其實活動量很低 我們跟小朋友比的話 你看我兩歲有沒有 四歲的小孩 我每次都看我兒子 我想說我要是跟我兒子一樣 吃完飯這樣 咚咚咚咚咚 我應該會很瘦 所以他們的活動量很大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因為你活動量大 你一定要去吃飯會吃飽 譬如說飯跟肉 譬如說假設熱量都差不多 可是飯的CP值高 CP值高 依舊就是說我會飽 我才不會亂吃 可是我肉其實我吃飽了 可是我這一餐吃飽了 可是我的CP值不高 我等一下還是會餓 餓的話我就會隨便亂吃 所以其實重點真的是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份量 給大家感覺一下 其實蛋白質真的沒有 大家想像中要吃這麼多 直接來幫我們吃飯好了 對 我們來看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說蛋白質的量 我們看這邊有三個年齡層 但是你看最高年齡層的 蛋白質量只有六份 好 六份的意思是什麼 六份就是六盎司 隨便你去 六盎司多少 六盎司的牛排 六盎司的豬排 譬如說我們怎麼看 大概三根手指頭 就叫做一份的量 就大概一盎司或一兩 我們用普克牌來看 就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一個普克牌的大小 厚度也差不多 所以譬如說我放在這上面 差不多就是怎麼樣 這樣兩個 兩塊 這樣叫做一份 對 好 那如果說小小孩 大概就是要一份而已 但是大家要考量 譬如說我們蛋也叫做蛋白質 也是這樣子 普克牌一份這樣 對 因為這個比較難 我們就這樣看 譬如說蛋白質的 這個兩湯匙叫做一份 兩湯匙 對 譬如說豆腐豆干肉絲 你切絲以後 這樣兩湯匙也叫做一份 好 所以我桌面上這樣子擺起來 就叫做什麼 一份半的蛋白質 對 好 接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吃青菜 大家看一下 蔬菜的量大概一天 至少要三份 差不多 那一份的蔬菜叫煮熟青菜 大概100公克 那我們來看 這個我們一般家用的碗 差不多是這樣子 如果這個裝起來 大概是半碗的量 就叫做50公克 一碗的量就是叫做 這是半碗 對 半碗50公克 然後蔡英哥幫我拿一下 好 對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 一份 同時大家一定有 大同電鍋的米杯 對不對 煮熟的青菜 你把水稍微瀝一下 我們把它裝起來 大概就是塞滿後一杯 米杯 叫做100公克就是一份 這樣一份 對 這樣就是一份 所以其實 塞滿一碗或這樣一杯 都是一份 很多對不對 對 所以大家的比例上 往往都會是怎麼樣 肉很多 蔬菜都很少 所以其實大家都 真的都忽略了 這樣是一份半 這個是給多大的 這個 這個大概是小學一年級 難怪我還用回的 小學一年級 因為有青菜的量 對 可是你看 如果說像6歲以下的小孩 幼兒園 你知道它一餐的量 其實蛋白質的量 大概也就才 我們換一個好了 差不多一半 差不多才這樣 一餐 肉這麼少 肉和魚 還有豆腐 豆干 還有蛋 蛋一個換這個就是一樣的了 所以它真的沒有吃很多 對 可是它的青菜量 6歲以下的孩子的青菜量 一餐也要這麼多 對 也要這麼多 所以再來我們來看飯的部分 這個是大家自助餐 一定都會有看到的飯 對不對 這個小碗的飯 那如果說小朋友 我們看這上面的表格 大概就是一天大概都是 至少三碗 如果不管多和少 大概都有三碗 所以一餐就是一碗的量 一碗的量 其實正確呈出來 是200公克的飯 那我們大概用這個 因為我常呈的 都沒有吃到這麼多 對 所以這個叫做200公克的飯 一碗 這麼多 我兒子現在都還沒有吃到這麼多 這個碗小 如果要把它放到家裡用的碗 把它倒過來 這個真的很多 也是多 也是多 也不少 那是一年級以後嗎 是有煎起來 男生你吃得掉那麼多嗎 我兒子都吃得那麼多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孩子減重 真的是這樣嗎 對 孩子減重 真的是飯要吃多一點 OK 減重 然後再來 像剛才姿佑姐說的 肉和蛋白質不要吃這麼多 那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女生 都會性荷爾蒙成早 就是太早發育了 就是因為蛋白質的量 是太多量了 那孩子因為活動量很高 所以他們真的要澱粉量高 所以我真的可以再給它多一點 對 因為它飽了 因為飯是 講實話飯是最容易飽的東西 而且我還給它糙米 它幾乎半碗而已 對 所以它吃多一點 它反而等一下不會亂吃 亂吃反而會破溝 可是這個成年的女生或男生 應該不能吃那麼多 對 就是我們成年的 減重方式跟孩子不同 孩子有時候他體重可以維持 然後拉高就好 就可能我不一定要積極的 比如說六歲 我不一定要積 比如說那時候我們家小朋友 比如說25公斤好了 我這一年我都沒有變胖 但是我身高長高了 其實就瘦了 對 那水果呢 水果的話 一天我們來看水果的量 就是兒童什麼蔬果579 大概水果 對 大概都要兩份到三份的水果 那像這樣一顆奇異果 就是一份的水果 加一顆一份 對 然後葡萄大概是十顆 就是一份 那香蕉 一根就是兩份的水果 一根是兩份的 對 芭蕉一根就是一份 我們想像中那麼多水果 對 孩子其實 因為我們評估大人 你就會知道大人水果量不夠 孩子不可能會夠 因為大人都不想買水果 回家很麻煩 所以他的孩子 也不可能會吃得夠 所以如果孩子說 他真的要吃零食的話 他的水果的量 比如說三份好了 他先吃不吃得到 那是一個不錯的點心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像減重 我會建議孩子的便當要大一點 因為你看蔬菜要沾這麼多 你怎麼裝得進去 真的 便當要大一點 真的 對 要不然你 但裝得不是肉 所以提醒孩子的減重方式 跟大人不同 就是澱粉的比例要高 蛋白質比例反而是要少 好 謝謝老師 那素卿有過像這樣過量飲食 結果影響到小孩健康的案例嗎 有 而且剛才何以為 你那小朋友就是一個 風險極高的小朋友 喝到吐就對了 因為那個營養師說 他碰到那個小朋友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在餵 爸爸媽媽餵那個孩子的時候 自然覺得說 他是飽了才會想吐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情況 認定這樣叫做飽 所以那孩子他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吃吃吃 然後媽媽覺得 今天好像都這樣 是不是今天沒有吃夠 沒有吐就不是夠 他就覺得今天可能沒有吃飽 所以他從小就是吃到飽到壞兔 那種程度他才覺得是自己飽 我們還不覺得他有吃飽 後來他爸爸一直叫我去醫院檢查 是胃太淺 沒有吃胃太淺 怎麼還有壞小孩胃太淺 所以從小就是一個要吃到撐 才覺得是飽的孩子 然後後來很慘的是 他又給阿嬤就隔代教養 隔代教養都覺得 可以吃就盡量吃 對 所以他後來是有一天 五年級的時候 他有一天就是洗澡 然後就跟阿嬤說 肚子好痛 肚子好痛 然後他已經胖到不得了的胖了 然後送去醫院 醫院就說他是急性的 然後那個時候 醫院就發現說 其實他血糖已經不正常了 然後他的什麼血壓 還是小朋友就已經高血壓了 就是他那一次 其實是嚴重急性胰臟炎 然後住院住家戶病房 好不容易才撿回一命 因為他在阿嬤家 更是肆無忌憚地吃 他可以吃炸雞 吃漢堡 吃披薩 然後就是一直吃 回到家 一直吃 一直吃 吃到睡覺前回家 千萬不要這樣 這個如果變成一種生活習慣 他就趕不過來了 對 有可能 所以如果我們家裡面的小孩 已經是個小胖子了 黃醫師 我們總會定個什麼減中計劃 對 我們這個減中計劃 在大概網路上 可能會看得到 大概有十幾項 不過沒有關係 我就簡單來講 第一個是吃的重點 剛剛營養師已經講了 就是這個份量 那不要吃垃圾食物 不要吃那些假的玉米吹片什麼 我們就吃真正的食物 然後這個吃完 媽媽不飽 媽媽我還要 怎麼辦呢 20分鐘以後才可以Serve 其他的食物 譬如說今天這一份 他吃不飽 那我要等你20分鐘 讓你真的身體已經消化 那個飢餓的那個感覺 已經 就是那個飢餓本來本來是假的 因為你飽食的那個感覺 還沒有送到大腦 到大腦說其實我沒有那麼餓 而且他做做別的事情 也許他就忘了 那就沒事 那如果說20分鐘還是很 跟你確定說我真的餓 那你還是一樣有類似的比例 至少要把它餵飽 免得中間又去吃零食吃炸雞 就是大概是執行上面比較常碰到 就是吃的部分 然後一個月只能吃一次素食 一個禮拜只能吃一次甜食 那第二個就是運動 運動除了有規律運動之外 就是讓他多跑腿 幫我買一個幫我買那個去 巷口幫我買一個醬油 去幫我送個東西 然後六點前 或者是天黑之前 不可以用3C產品 所以不可以看電視 不可以上網 不可以用iPad 你就只能六點前 你只能走來走去 那等到天黑了之後 才可以發給你這些 就是你可以做下來的這些電子產品 那最多一到兩個小時 那最後第三個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要睡飽 要睡得充足 所以吃 然後動 然後睡這樣 好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再以為 把孩子味道撐 味道飽 這個才叫做愛 小時候胖可能會胖 真的會胖 真的胖 謝謝各位 謝謝